你来 吴总 您找我 您刚刚在休息区 有没有捡到我的东西 没有啊 您丢东西了吗 是什么呀 你什么都没看到吗 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 要不你提醒我一下 我也好回忆回忆啊 你是不是捡到一个耳钉 监控都拍到哪了 你们说的是这个耳钉吗 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怎么能叫偷东西呢 我说方小飞 你说你这么大人 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再说了 这个耳钉值多少钱呀 那监控都拍下来了 还在这抵赖 你们是在怀疑我偷东西吗 这可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这是尊严的问题 这个耳钉 是我同学亲手给我设计的 独一无二的 我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带 只不过前两天 我妈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把它借给她了 我还奇怪 怎么把它带到公司来了 难道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也是犯法的吗 我是个孤儿 你从来都被你娘了 这等归功于我那三个女儿 是她们让我觉得自己完整了 那有个人还练了三个呢 过得挺好 我跟你说啊 你就在这儿不别乱造吧 你就啊 闭嘴 听见没有 让你闭嘴 我让你们闭嘴 你们两个出去 我叫你们出去 王养飞啊 这也许是个误会 别往心里去吧 吴总 我妈从小就教育我 人 不要太把钱当回事 那样的话 会成为钱的奴隶 所以我不是把钱看得很重 您没有必要这么提防我 考验我 之前您对我的误会 我都可以容忍 但是今年这事 我觉得你是在侮辱我 并践踏了我的人格 同时 也暴露人人的忍性 原谅我说这话 可能有些过分 但是我真的是忍不了 我还是个实习生 就没有必要写什么 辞职报告了吧 谢谢您当初 找我进这家公司 我先走了 再见 小飞啊 王养飞 真的特别抱歉 这耳钉我到现在也没找到 我问一下 这耳钉是不是特别贵啊 要不然的话 我再给你买一对吧 不用不用 这耳钉啊 要是我自己的 就不用找了 关键是我女儿小飞 她同学 专门给她设计的 就这么一对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在想 我刚才那耳钉 放哪儿了呢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回去 再帮你找一找 行吗 行 那你费个心 哎呀 应该的 对了 她要是再来的话 你必须马上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这一月 晚上早点回来 我有事跟你说 哎 儿子回来了 来来来 就等你呢 说吧 什么事 我对小飞的考察呢 结束了 考察 什么考察呀 我之前是试试那孩子 不 你的意思 你之前那些 全都是假的 我去 吴总你不是吧 你在这儿演戏呢 半天 你这眼镜 不给你搬个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对不起你 就是 太能哑了你 震宇啊 你说你的婚姻大事 我能不少点心 疼我这段时间 对小飞的考察呢 我觉得这孩子呢 还是挺英秀的 我把你交给他 为所放心了 你妈是 你不看谁选呢 行了 你明天通知他上班吧 我给他安排另外一个职务 哎哟 哈哈哈哈 儿子啊你满意了吧 哈哈哈哈 这考察 你考察把人伤成那样 这也太过了吧 那怎么样啊 让我下回给他赔一道歉呢是吧 哎呀 行了行了啊 儿子 你把他就没得行 啊 行了 赶紧给小飞打电话去吧 去吧 那个对了 那个 上次那个耳钉的事啊 也是个误会 也是故意试探的 只是当时我的语气呢 有些过重 跟他说一声 不要心里去 收到 耳钉 什么耳钉 我爸都说没事了 你就别问了 妈 妈 我去给小飞打电话 我去给小飞打电话 我回音了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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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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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就是觉得呀 这段时间 让你受委屈了 这你都跟你说了吗 他都告诉我了 真是对不起啊 是我太苛刻了 我真是觉得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你说啊 那么贵重的耳钉 你懂得借给你妈吗 这万一丢了 你不心疼啊 当然心疼啊 那个耳钉啊 是我同学专门给我设计的 就那么一对 那你妈妈 有没有问你耳钉的事啊 问了呀 她怎么说的呀 她就说 她把我耳钉弄丢了 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我跟她说 在我这儿呢 然后她就没问我 怎么了 没事了 我是觉得这个事啊 还挺曲折的啊 都能编一个电视剧吧 是有点曲折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为了她的大日子 迟了 大日子 什么大日子 她呀 去见一个对于她来说 特别重要的人 特别重要的人 什么人呢 这个 就是我妈的个人隐私了 您就别问了呗 对对对 不方便问 好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走 我帮你重新介绍给大家 好 各位同志 大家注意啊 我们最近近近最惊爱的吴总 要有重要讲话 大家鼓掌 热烈点 下 下 完了 大家伙都在了哈 这个前段时间啊 方小飞呢 成功的通过了公司的考验 现在呢 是可以择以重任的 所以我决定呢 部门经理这个职务 由方小飞来担任 方小飞呢 虽然说她很勤算很努力 但是有一点 毕竟是啊 工作经验比较少 我希望你们在座的准备呢 能在这方面呢 多得帮助她 让她尽快把业务熟悉下来 千万不能像以前那样子 同事之间 相互的勾心动静 如果再有此类事情发生的话 我马张开了 请大家 要记住我说的话 好吧 拜拜 好好工作 谢谢您 吴总 希望咱们大家以后 能够精诚合作 团结一心 团结一心 好了 去看看能帮我吃吧 好 好 十场 我部长 邦小飞 请请 这才是人生啊 好 娘娘 作为过敏好 我 此刻之下 我心想可是你上司 你一直都是我上司啊 别清晰 别闹 不可不见 怎么样 这是你的数吗 当然 我们讲述一下此时此刻的感想 此时此刻我想说 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 现在的我终于没认可 开心 还思考开心哦 我们幸福的小儿子 就要开始哦 天 天 看着这雨 谢谢 妈 两位高颜值的同学 想喝点什么呀 这个本工微服私访啊 先来看看你的咖啡果 要是满意的话呢 就打赏你个十亿八亿的 别太嚣张 您就够了 能不能别吹呀 到会儿去 好 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 肯过来帮忙 阿姨 阿姨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家娘娘生了 干嘛 你别胡说 亏了现在我跟我妈是住在一起 不然啊 我妈还以为我生了个大头小子呢 胡说 妈 我 升职了 升职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没事 真的 到人了 不是 这怎么突然就生了 这振宇的爸爸对我的考验期已经满了 所有的误解跟误会都是假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两个面前是一条困困的马路 直通婚姻电台 小点声啊 阿姨啊 现在就有您跟我爸妈见面了 那你就回去跟你爸妈转达我的意见 说我也特期待跟他们见面 早点把你们俩的婚礼定下来 诺 诺 干活 瘟了 诶 你说这家代顾吧 卖两万五 刚才找的那家吧 卖两万七 你说没哪个呀 诶 你喜欢就喜欢 诶 干嘛呢这是这么高兴啊 怎么 爱情的语录滋润着我 我能不高兴吗 哎 妈 哎呦 干嘛 我跟你说件事 说 我今天 去见小飞的妈妈了 你见小飞他妈了 那他说什么 有没有夸我这个帅儿子 那个 湛羽 那什么那个 你要没什么事 别老往人家跑 什么他老往人家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呢 你不要让他确定 当人家生活 对吧 我这是给你们 去约时间去了 赶紧会亲家 赶紧结婚 赶紧遵守我老妈的旨意 给您生个大胖子孙 生 赶紧生 一说到这儿 你妈就着急了 赶紧生 妈 那你干什么时候 有时间了 反正阿姨是开咖啡馆的 时间特别充足 哦 他是开咖啡馆的 哎 那这么说 他的家境还不错呀 中产阶级吧 嗯 那爸 你快说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是啊 哎呀 我这段时间呢 总是忙着公司上市的事 然后 冠天要出差 好 等我回来再说了 你等你回来 又不知道得拖到哪天了 这又不是什么麻烦的事啊 这两家一约 是吧 坐着一聊几个小时 不就行了 没时间呢 好 回来再说了 不是 我爸这是怎么了 忽音忽琴的 是不是跟你一样也更年期了 怎么说话了 怎么说话 谁更年期 谁更年期呢 你看你这不是更年期 你这动能打人 你别打我 你说 你这不是什么